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及人生 预言悟道理 欢迎收看唱耍预言 在古印度 有一个十分繁华的国家叫做波罗奈国 它的首都波罗奈城 更是受到世人的瞩目 邻近有几个国家都想并吞波罗奈国 还好国王有几件很厉害的宝贝 才能保住这个国家 在国王的宝贝当中 有一匹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马 最受到国王的宠爱 有一年为了并吞波罗奈国 七个跟波罗奈国多次征战的国家 联合所有的军队 把波罗奈国团团的围住 然后推派出一位使臣进到城里 使臣对国王范于王说 我们几国的千军万马 已经把贵城包围起来了 现在你就把王位让出来 否则我们将要攻打波罗奈城 敌人都来到家里了 范于王马上召集了文武大臣 来到王宫商议退兵之际 国王问大臣们 现在已经兵临城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臣们要国王不必惊慌 国内有世界上最出色的骑兵 可以先派他们去应战 如果战胜不了敌人 再来做打算 国王思考之后同意了这个意见 于是全国的骑兵都来到了城里集合 国王看到这一群摩权操长的骑士觉得信心大增 国家有救了 国王对骑士喊话 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 人民的安危就寄托在诸位的身上了 国王走下台阶 命令为首的将军 立刻率领国家最优秀的骑士 前去和七国的军队作战 将军向前一步对国王说 我愿意率兵同七国军队作战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请国王能答应 作战在即 国王对将军提出的一切要求 都会无条件的答应 只是不知道将军要的是什么 将军说 请国王把你的宝马送给我当作骑 只要骑着宝马去作战 任何国家的敌人我都可以打败 原来将军要的是宝马 这个请求让梵渝王有一些为难 国王思考下 考虑到了国家的安危 心念一转就答应了将军的请求 国王让将军骑着宝马 率领军队去作战 他自己在国内等待将军胜利归来的消息 将军向国王行礼过后 就跟随王公侍卫来到马厩 牵出了那一批传说中的宝马 宝马雄剑飘悍身体像白雪一般的明亮 军队要出发之前 国王还送来了用金银马脑等等 七种珍宝做成的马鞍背在宝马的背上 将军披挂整齐之后 手持锋利大刀向骑士们大喊出发 波罗奈国的骑兵在将军的率领之下 犹如驯风一般的冲出城门 杀入敌军的阵营 七国联军在城外包围了好多天 城里一点东京都没有 大家以为国王怕了 不敢出来面对了 还有的人在猜 国王从密到逃跑了 敌军闲着没事做 有的人在唱歌 有的人在喝酒 有的人在塞马 大家都放松了戒备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城里传来了一声吆喝 波罗奈国的骑兵 好像从天而降一般 瞬间就杀了过来 这些正在营救作乐的七国联军 全部都下着抱头逃窜 在七个国家当中 有一位国王警觉性很高 从来到波罗奈国之后 他始终保持着警戒 因为他知道 波罗奈国的国王深藏不漏 不管他自身的实力如何 至少 国王身边拥有的宝物 是不容小觑的 听到波罗奈国的骑兵杀出来了 这位国王 马上正率领一队的骑兵去应战 没有想到 他们的战马 见到了将军的宝马 忽然浑身战斗 转头就跑 波罗奈国的骑兵乘胜追击 在将军的率领之下 左途右杀 势不可挡 杀得七国联军 丢盔卸甲 施衡遍野 波罗奈国的骑兵 很快的就活捉了 五个国家的国王 就在要抓 第六个国王的时候 宝马突然就被天外一只飞来的乱剑射伤 鲜血直流 疼得快要不受控制了 将军判断现场的情势 他知道 宝马受了很严重的伤 不能够再作战了 于是 他就骑着宝马 先回到城里 将军把宝马 迁进王宫 让兽医精心的治疗 他自己则准备要更换战马 再一次出发 将军向国王报告完 城外面的战况 准备要出战 这个时候 宝马已经清理好伤口 躺卧在地上 宝马看到 将军骑着另外一匹的战马 又要征战 他不免觉得担心 因为 虽然宝马的七宝马鞍 现在背在那一匹战马身上 可是 那匹战马实际上软弱无力 是没有能力 能够让敌人的战马惧怕的 敌军差不多都被击败了 将是取得全胜的大好时机 现在 就只剩下第七个国王 仗着人多势众 还在顽强的抵抗 宝马担心的是 将军骑着这样一匹软弱的战马 是不可能会打败敌人的 不但抓不到第七个国王 还有可能会因此送命 如果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不但宝马先前的努力会付诸流水 国家和百姓也会陷入敌军之手 想到这样悲伤的结局 宝马不禁掉下眼泪 他心里想 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 享受宝马的名声呢 倔强的宝马 除了有不服输的个性 还有一颗慈悲爱国的心 宝马忍住身上的伤 挣扎强行站起来 对将军说 国内除了我之外 没有一匹战马 能够载着你冲入敌阵 活捉第七个国王 我不希望你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也不愿意看到国家和百姓 就此落入敌人的手里 将军 你快点为我背上马鞍 骑着我去参战吧 将军听到宝马开口说话 先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不过他想一想 既然能够称为宝马 会说人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着宝马一脸诚恳的表情 将军感到很为难 如果骑着宝马去参战 一定能够取得这一场战争的胜利 不过宝马现在身受重伤 能不能赢得战争就不敢肯定了 说不定他和宝马都会死在战场 将军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城外一阵一阵喊杀的声音 越来越大声传进来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宝马看到将军还不下决定 他朝起的眼中很累 对将军祈求 不能再犹豫了 没有我们俩投入赚场 第七个国王很快就会重整军队杀了过来 如果让敌军占了优势 我们就很难再打败他们了 看着宝马伸受重伤 还一心一意要为国家、百姓战斗 宝马的精神让将军很感动 决定要再次骑上宝马 出城迎战 深受感动的将军 再一次为宝马背上七宝马鞍 拿起武器之后 很快的就来到城外 重新率领波罗奈国的骑兵投入战斗 在城外 军队经过了一番激战 终于打败了七国军队 最后 第七国的国王也被抓到了 范宇王听到将军胜利归来的消息 心里非常的高兴 国王亲自出宫 带领大臣和人民列队道路的两旁 欢迎浴血归来的将士们 将军骑着战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接受全国人民夹道欢呼 国王看到将军骑的不是宝马 心头揪了一下 知道事情不妙 这个时候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 立下功劳的宝马 躺在一辆大车上 已经奄奄一喜了 将军下马之后 亲自推着大车 将宝马推到国王的面前 国王用手抚摸着宝马 被鲜血染红了的棕毛 感慨万分 心疼不已 虚弱的宝马 听到国王深深的呼喊 努力的睁开双眼 他对国王说 我跟随着您这么多年 知道您是仁义明智的君王 我希望你不要处死 被我们抓到的那七个国王 就让他们跟我国立下和平友好的誓言 然后请您释放了他们 以保证国家之间的和平交往 由于宝马的伤势过重 他说一下 停顿一下 陆陆续续的说着 宝马请国王不要赐给他功勋或者是荣誉 要把这些都赐给生还的骑兵 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同时 对于战死的骑兵他们的家属 也要照顾他们以后的生活 才不会让骑兵白白的牺牲性命 宝马在临死之前还在担忧的事情 都是国家的安危 还有人民的生活 看到国王点头之后 宝马才闭上眼睛 永远的休息了 国王用国家最高的葬礼 超度了宝马的亡灵 并且按照宝马的遗嘱 和七个国家的国王 蒙立了友好条约之后 就将他们释放回国 从此 波罗奈国和邻国之间和睦相处 臣民之间也互通往来 国家越来越富有 也越来越繁荣 古时候 菩萨转世投胎 成为一位皈依三宝的国王 这个国家从来不使用武力 也不受监狱 刑场 国家年年风调雨顺 百训安居乐业 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很发达 佛教教育普及 国人都喜欢读书 而且国家的治安好到 就算晚上睡觉不关门 也不用担心招人偷窃 可是有一天 国内发生了一件窃盗案 就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位品性高尚的居士 清静闲居在三宁里 过着隐居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 居士口渴的厉害 就出去要找水喝 因为天色昏暗 看不清楚水源的水在哪里 结果就不小心喝到了别人家 莲花池里面的水 居士喝完水之后才意识到 这里是私人的地方 所以他的心里感到很内疚 回去之后 整个晚上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就浮现出自己偷喝别人家的水的画面 第二天 居士来到王宫 他向国王自首 说明自己犯了切到罪 希望国王 以法将他治罪 国王听完居士的理由 感到很惊讶 国王说 这是自然之水 你当然可以喝 再说 水到处都有 并不是稀罕的东西 你喝了它 能有什么罪呢 居士回答国王 因为他没有跟莲花池的主人 打声招呼 也没有经过主人家的允许 就擅自喝别人的水 这个行为 难道不是怯道吗 居士告诉国王 应该怎么处置 就怎样处置吧 既然犯了罪 不管是不是无心之过 都应该要接受除罚 国王心中赞许居士 刚正的个性 同时 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才好 国王告诉居士 这只是区区的小事情 难得你事后还有内疚的心 光是这一点 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国王的看法是 就算了吧 不过 看到居士一连准备要受罚的表情 国王说 现在国事很繁忙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如果你觉得 非要我做出决定 做出处置 你才甘心的话 那么 你就先去花园等我 等我把事情都办好了再说 国王说完就把居士交给了太子 自己先去办事了 太子把居士带到花园 让他在这里等着 自己却先走了 国王因为政务缠身 一忙就把居士的事情给忘了 事情一共经过了六天 国王忽然想起了 居士还在花园等他的事情 国王不安的自责 真是糟糕 怎么会把居士给忘了 一方面也担心 都六天了 居士不会真的出事吧 国王很着急的 马上就跑去了花园要找居士 这六天 居士真的是一直就待在花园里 因为是国王的命令 所以他不敢随便乱走动 结果就整整等了六天六夜 这段期间 居士一滴水都没喝 一粒米也没吃 等国王找到他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虚弱 几乎要奄奄一喜了 国王搀扶着快要死掉的居士 泪流满面 自责的说 都是他的过错 这样的罪过实在是不轻啊 王后了解事情的缘由之后 不以为然 堂堂的一国之君 竟然为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居士 深切的忏悔 这真是闹笑话 不过 国王还是很坚持 都是因为他的疏忽造成的 所以 国王派人为居士洗澡 还让人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他要亲自陪居士用餐 国王和居士两个人在用餐的期间 国王不时都会向居士忏悔罪过 甚至还发誓说 生死轮转无忌 从现在开始 我要受戒 六年守斋过五不时 一直到得到 这位国王就是佛陀的前身 国王因为忘记了汉居士的约定 汉居士因此六天六夜没有吃东西 差一点就死掉 国王为了悔过 守斋六年 过着辛苦的日子 六年之后 才恢复正常的饮食 之后 更以身供养佛法 修行成道 在居士受饥饿这件事情当中 还有两个人也受到了惩罚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太子 皇后因为笑国王小提大作 所以在后世怀孕的时候 重病了六年 吃了很多的苦 另外一个是太子 他又会受到什么因果呢 太子因为让居士在花园里 能受饥饿的六天 所以在后世出生之后 有六年的时间都是浑浑饿饿 处在幽冥界中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 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 敖墙宇宙天地 看那有宗斯 赫拉 阿普罗带地 还有普罗米消失 回到远古的希腊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利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窗神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1 2 3 4 5 6 7生活到处是惊喜 1 2 3 4 5 6 7生活到处是惊喜 1 2 3 4 5 6 7生活到处是惊喜 1 3 4 5 6 7 想把世界放尽后带领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青我最想要支援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地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行成永不大海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